大家好,欢迎收看老狗说电影,我是凤姐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狗狗成为消防犬,还剧了所有人一命的电影 一只名叫特雷斯的明星狗,在一次坐飞机驶出了事故,并从几千米的高空掉了下来 所幸的是,它掉进了一辆专门西红柿的车子上,并无大碍 当特雷斯的主人来寻找时,并没有发现它的尸体 因此大家都以为特雷斯已经死掉了,还给它举行笼中的葬礼 在场与特雷斯一起演过谢狗狗们都表示很伤心 可他们却不知特雷斯并没有死,只是流浪到了另一个城市 饿了就去找食物,困了就睡在废泻楼房里 可没声响,特雷斯睡着睡着,楼房里竟然着起了火 等消防员到来时,特雷斯已经被困在楼顶 眼看狗狗有危险,消防队队长老王马上把狗狗救了下来 并把狗狗带回消防队等待认领 在等待的过程中,老王把照顾狗狗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小智 小智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长期以来只能跟随老王一起生活 父亲是个教防队长,根本没什么时间管教他 所以导致小智学习成绩不好,还经常逃课出来玩耍 为了尽快能够找到狗狗的主人,小智还在大街上贴了不少小广告 不过小智在照顾狗狗这段时间里,渐渐地发现 这狗狗是一条很聪明的狗,不仅能熟练玩耍着小智的滑板 好能帮助小智收拾房间,这样他们相处下来 也慢慢累积了一顶感情,小智还给狗狗起名为旺材 没多久,一个隧道发生火灾,接着又发生了坍塌 一名女队员还被买在了下面,情况是十分的危急 老王决定一个人进去借女队员,看着一直往外冒烟的隧道 小智实在放心不下,解开了旺材狗链,让他进去帮忙 结果没想到的是,旺材凭着黎敏的嗅觉 很快帮助老王找出被买的女队员 在这以后,所有人对旺材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 还直接让旺材操入了消防队,和人们一起执行任务 原本消防站要关闭的了 可在旺材的到来,消防站不但没有关闭 反而还上了新闻,领导还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募军晚会 顺便表演一些旺材的惨意 可没想到的是,狗狗的主人从电视上得知他雷斯还活着 于是他也赶到了晚会这里 并笑老王和小智表示这就是他的狗狗 可小智根本不舍把旺材还给他 因为他们在相处中产生了感情 老王也是一脸无奈,不过也是没有了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旺材被带走 刚转身,老王就说到了消息 有个地方着起了火 于是他们马上赶往现场救援 当小智失落地转身想回家时 却给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一个议员,正指使他们当中的一位消防员来杀毁消防站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建一座体育中心 得知他们计划后,小智马上回到了消防站告诉父亲 可父亲并不在这里 因为他们已经出发救援火灾了 而回到主人身边的旺材 开始想念小智和消防队了 当旺材听到消防车气敌声时 他直接从楼上跳了下来 追着消防车去,并成功回过消防队 与他们一起赶往救火现场 而在消防队小智正想打电话通知父亲时 却发现了坏人已经在这里放下了火种 请二烧回这里,小智联盟想阻止他,可为是已晚 一阵爆炸声响起,小智和坏人都被弹开了 二远在一边的旺材,他感觉到不对 往回一看,得知大事不妙,立马上往回跑 回到了大火熊熊消防站,正看着坏人想逃跑 于是旺材马上露出一副凶险恶煞的样子 把坏人吓得往回走 然后又来到了废墟,把小智给唤醒了过来 这时老王带着消防队也赶到 成功把儿子小智救了出来 又把坏人给控制了 故事的最后,小智和老王还有旺材 因为出色表现获得了一枚金牌 而旺材主人也愿意把他送给了大纸 因为他知道旺材不再想做稀里的英雄 他想成为真正的英雄 好了,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记得关注哦 现在我们先发布了一枚金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